那么第二个我想介绍的人呢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马克波罗 甚至都有电影出现 我想的我是192000年 我到德国的时候 罗马大学请我做报告 报告结束以后 我专门到威尼斯 我以前是这个稿查去过 后来我又专门带着马克波罗邮局 去找因为威尼斯的老家 马克波罗的老家就在威尼斯 我还到处东找人西找人 找马克波罗的老家 他在哪个小巷子里 他的故居什么地方 他在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 一个城市共和国 一个国家 那么所以这个马克波罗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马特尔波罗 那么曾经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两兄弟 在马克波罗幼年的时候 曾经就到中国去过 那么当时蒙古人已经完成了长子西征 也就是 陈吉斯汗的长子驻刺的后裔 巴东带着蒙古人 征服了东欧 在福尔加和流域定居下来 那么另外呢 蒙哥也派他的弟弟 叙利乌 征服了阿巴斯王朝 统治了亚洲的西部 一直到今天的地中海东岸 到了现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小亚半岛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呢 威尼斯人 已经 和蒙古人统治的世界 可以说尽在支持 今天这个意大利 威尼斯 整个这个意大利 我们知道 这个半岛的形状像个高跟鞋 插入到地中海中间 把地中海分成两部分 这边是西地中海 这边是东地中海 那么东地中海 意大利 然后意大利 和这个南斯拉夫 和阿尔巴尼亚之间 隔的这个海峡 亚大利亚海 这是巴尔干半岛 过了巴尔干半岛 那就是地中海的东岸 就是蒙古人的地方 所以呢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 很容易的 就到了蒙古人控制的土地 蒙古人是 我们讲的比较浩大气空的 任何遥远的民族 你说你是臣服于蒙古人的 那么 蒙古政府所设立的各地的驿站 官方的驿站 一分钱都不要的 可以免费的把你送到 蒙古的皇帝所住的地方 这样的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他叔叔 就在他年幼的时候 曾经到过中国 后来又回来 回来以后 第二次再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再去中国的时候 就把马可波罗本人带去 马可波罗去的时候 是沿着陆路过去的 就是到了今天亚洲的西部 那么顺着一站一站向东走 最后经过了中亚 撒马尔汉 布哈拉 经过了新疆 新疆的南部 我们知道他经过了河田 他经过了敦煌 一直向东 走到了当时的北京 当时的大东 今天的北京 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 马可波罗并不是唯一的 到过中国的意大利 并不是唯一的 今天在扬州的博物馆中间 还有一块碑 这个碑呢 是用拉丁文写成的 是一个女子 一个使用拉丁文的 一个人的女子 一个意大利人 她就死在扬州 在那里里里一个碑 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中间 还有一个故事 说她在扬州担任总管的时候 她还和一个来自于她故乡的女子 互相认识 互相的堕入了秦王 当然这个故事是不可靠的 这个马可波罗已经在 十二世纪的后半夜 她已经回到了 回去了 而那个女子是十四世纪的人 两个人 但这是艺术创作 但这一点说明 马可波罗并不是唯一到过中国的 这个欧洲人 另外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泉州也有拉丁文写成的墓碑 这是我们会 后面会提到的 那么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以后 我们在前面讲过 他中国待了十几年以后 他自己要求回去了 所以他自己讲 他是因为 伊利汉国 国王的妃子去世了 向忽必烈报告 说我需要一个 原来那个妃子 同一个家族的一个姑娘 结婚 派了三个侍臣到中国来 这三个侍臣 在带着一个阔阔 名字叫阔阔阔阔的一个女子 回去的途中 马可波罗搭这条船回去 那么我们前面在讲 元朝历史的时候 连元朝历史的时候 已经提到 这三个使臣的名字 那么在 这个永乐大典中间 是有记载的 这个马可波罗说 他某年某月 他在波斯湾登岸 带着这个 中国带来的这个 新的王妃 那么这件事情 在我们提到的那个 波斯的历史学家 拉斯多丁的 所写的 史记中间也有记载 所以马可波罗的行程 大体上是可以 是可以决定的 那么马可波罗回去 所走的那个路呢 基本上 就是郑和夏西洋的那个路 他从泉州出发 绕过了越南 他到过印度 到过斯里兰卡 然后他到达了海湾地区 郑克斯的走的路 他都走过 不过他比郑克 少了七八十年而已 少了一二九三年 少了一百多年 马可波罗回去 他的邮寄是怎么传下来的呢 是他回到了 这个他自己的故乡 这个威尼斯 以后不久 威尼斯 意大利的各个公国 各个共和国之间在打仗 那么威尼斯和另外一个 城市共和国叫做热纳亚 两个国家打仗 马可波罗就参加了 自己这个威尼斯的 这个这个军队作战 很不幸被俘了 被关进了监狱 马可波罗在中国 虽然他仍然会说 意大利的 这个拉丁语言 古意大利语 但是他不是指 今天我们会发现 中国很多海外的留学生 带着孩子去 回来探视父母亲了 他的小孩子会说中国话 不会写中国字 一样的情况 那么他呢 在自己的监狱里面 和他监狱里面同住的 另外一位人 那么这个人呢 名字 这个 叫做鲁斯蒂 这个人 把他的经历全部讲 全部记下来 那么这个 记下来以后 就到处流传 马可波罗还没有去世的时候 他所讲的故事 已经 在欧洲到处流传 现在现存的 这个 马可波罗邮记 多达 一百一百一十九个 总文字的版本 那么我们当代中国也有 两三个不同的版本 比较好的 是冯成军翻译的 那个 马可波罗邮记的版本 那个翻译的比较好 那么马可波罗邮记呢 成为我们今天 我们是了解 忽必烈 时代 这个我们中国 到达 这个欧洲 我们 这个 到达 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马可波罗说 中国人 不用 木头 用的是一种 石头来 来烧火 那就是 那就是煤 马可波罗讲到我们的大运河 马可波罗讲到很多重要的官吏 那么这些重要的官吏 在历史文献中间都是有记载的 我曾经提到过 比方说和马可波罗同时代 在镇江 有一个高官 他的名字叫 马学里基斯是撒马尔汉人 那么这个人在马可波罗邮记中间就有 马可波罗认识他 为什么会认识呢 因为马可波罗人在扬州 这个马学里基斯人在 在镇江 他们隔江而往 一定互相有个往来 所以我把马可波罗 把它列为 这个镇和时代以前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旅行家 元代往来与东西之间的旅行家 很多 那么在元朝的中后期 比较有名的阿拉伯的旅行家 就是伊本巴图塔 那么伊本巴图塔这个人呢 他是个摩洛哥人 他的名字 伊本巴图塔伊本是儿子的意思 巴图塔 巴图塔的儿子 他1304年生 那么他去世呢 已经到了明初 1377年 这个人呢 是一 可以说是一位世界旅行家 到处游历 那么他曾经 三次访问过麦家 他到过波斯 到过阿拉伯半岛 到过非洲的东部 那么他呢 在14世纪30年代 这个 到了中亚 当时是 这个查克泰汉国的 汉式区别 那么然后呢 他从这个中亚南下 他到了印度 印度呢 北部 是 由信奉伊斯兰教的统治者建立 首都在德里 这个国家的君主呢 叫苏丹 苏丹这两个字呢 在元朝翻成算端 算术的算 端正的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他的首都在今年的新德里 德里 新德里的新是 德里分成两个部分 老德里和新德里 当时没有新德里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国家 叫做德里算端国 他就 从中亚 来到了 这个德里算端国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住了好几年 到了1342年 这个时候 已经是元朝最后 一位君主在位的时候 有中国的使臣来 这个 伊本巴鲁尔邮记 中间提到 中国的使臣来 那么到达了德里和 印度 交往 印度呢 印度呢 在当时叫为 在元代的文献中间 把它叫做新都 树心旁 加一斤两斤的 金 新都 这个印度 这德里算端的国家 国王就要派人 回访 那伊本巴鲁尔就 被指派为 这个 德里算端国的 使团的 这个领导人 他自己说的 去回访元朝 这个使团的 这个船 从 这个印度 起航以后 就像我们讲的 这个 发险的情况以后 很快碰到了风暴 这个船就沉掉 那么 伊本巴鲁尔邮呢 他就 他幸免于呢 他也没有上了 这条船 但是他使团的 副使日 他所带的 给 给元朝皇帝的礼物 都丢掉了 他也没有办法去 回到 印度去 向皇帝 报告这样 他自己的经历 不好意思 所以他在 在 在 海外 都留了三年 那么最后呢 他 这个 跑到了泉州 到了福建 他说 他说在泉州 他受到了 当地的 泉州社会上的 一些 伊斯兰教徒的 这个 接见 招待了他 他提到好几个人 那么这几个人呢 我们在泉州 今天有个 寺院叫 清静寺 清静寺的 碑中间 提到的一些 宗教人士 在泉州的 这几个人的名字 在 伊本拔 游击中间 都提到过 说明他肯定 他到过 泉州 到过福建以后 他北上 他还 到了杭州 当然他自称 说他 到了北京 现在所有研究的人 都不相信 他到了北京 他说他在北京期间 北京发生了 这个元朝发生的内乱 如何打仗 这个肯定是不真实的 但是也有学者 提出来 他实际上是在杭州 听说了北京的事情 听说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在元朝 末年在天顺年中间 这个时候 元 文中 即位以前 那么泰定帝死了以后 有的人 有一部分 灰灰人 就是以 道拉沙 丞相为首的 要立 泰定帝的儿子 阿拉基巴 为皇帝 在元上都 今天的内蒙古的 正兰奇 而以 这个 图图 哈的 这个 孙子 这个 燕天穆尔为首的 这部分人 要立元武宗的 儿子 图天穆尔 元文中 做皇帝 那么元大都 和元上都 两个政权 互相打仗 他实际上 反映是这个事情 但是反映的是不准确的 那么他实际上 没有到达 没有到达北京 他到了杭州 在西湖上面 他还坐船 说有人给他 读什么诗歌 肯定到过中国 那么以后他就 又返回去了 反映于在世界各地 又游道了 又旅游 那么最后 摩洛哥的这个国王 叫他 把自己的旅行 的经历 写下来 口述出来 由一个作家 笔录下来 那么这部书 一直保留到今天 叫做一本八度大游记 这个游记呢 原来只有法文和英文的本子 最初是一个 法国的一个学者叫 德弗雷迈利 我们翻成汉语 叫德弗雷迈利 把它翻成法文本四卷 那么英国学者 根据这个法文本 把它翻成了英文 那么当代呢 我们有中国的学者 马金鹏 把它翻成了汉文 叫做一本白图大游记 当然因为马金鹏 他指挥阿拉伯语 他对元代的历史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这个翻译过程中间 有一些名词术语 翻译的不怎么好 但是毕竟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翻译出来的 这样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当时的回回人 伊斯兰世界的人到中国来 我们还提到过 这个回回人 要到西天去朝圣 一个好的穆斯林 是有要求的 他要每年有一个月 要把灾 就是从日出到日末 他不能喝水 也不能吃饭 灾月 会是灾月 他一天要做五次礼拜 他要捐一点钱 叫天克 来帮助贫穷的穆斯林 那么中间有一项 就是 他在条件许可的时候 他要到天方 到卖家去朝圣 这是穆斯林 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因此呢 很多穆斯林 到了中国以后 回回人 他们仍然 记住了自己 这个伊斯兰教的 教规的要求 我们知道 中国的事业 都是面向难的 但是你到清真寺去礼拜 你会发现 清真寺那个礼拜 当然大家礼拜 在我们中国 我们都是向西礼拜的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朝着 天方 麦加那个方向 如果你这个清真寺 在欧洲 他就向东南方向 礼拜 如果你在埃及 阿尔吉利亚 他就向正东 如果你在土耳其 小项 他礼拜的方向 就向正南 那么我们中国的穆斯林 是向西礼拜 原因是我们 这是东方 而麦加 在所有的穆斯林心中 都称为自己是 都是穆斯林心中的圣地 今天我们回族 比方说我们甘肃的临下 那当地的穆斯林 伊斯兰文化比较发达一点 我们还叫中国的小麦加 就像小上海这样的称谓一样 所以穆斯林都要去礼拜 元代的穆斯林怎么礼拜 我们的资料很少 肯定有 资料很少 我们现在最明确的资料 就是我提到 讲郑和的时候 跟各位提到过的 郑和立碑 在云南 他的家乡立的碑 这个碑中间 即郑和记载了自己的父亲 记载了自己的祖父 那么记载自己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伯延 祖父 他伯延和父亲都有一个称号 叫哈治 那我们讲 这个 只有超过圣的人 才能够叫哈治 所以我们知道郑和的父亲 和他的祖父 都曾经超过圣 他怎么走从云南 只能从云南到缅甸 然后沿着伊勒瓦底江出去 到达了印度洋坐船 那么这条朝圣的路线 是云南回族穆斯林 一个传统的通道 一直到清代都在用 清朝有一位 有名的 这个 回族的学者叫马福星 他就是走这条路 他和留下的记者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是元代 入居云南的 回族人留下来的 回族人怎么会跑到云南去的呢 因为忽必烈攻下了云南以后 镇守云南的第一任的 长官 是一个布哈拉人 他的名字叫塞典治 塞伊德阿加里 塞伊德贵族 是一个圣医 什么圣医呢 就是穆罕默德的后医 他是云南行省的丞相 云南设省就是元朝盖市的 那么所以呢 他带了一大批 回族人过去 那么这些人在云南这个地区定居下来 一直到今天 云南的回族人 都是非常善于经商 非常善 擅长做手工业 做刀 保持了阿拉伯的那些工匠 经商的传统 一直到今天都是 那么塞典治有一个后代 叫纳斯拉丁 实际上是纳斯鲁丁 他的后代呢 有一只姓纳 有一只姓素 纳斯鲁丁 有的姓丁 所以今天在昆明 以南 施灵那个附近 还有一个纳家户 那就是塞典治的后医 在那里 而郑和就是 跟随着塞典治到云南的辉辉 所以他们保留了 这个道 到圣地 朝圣的 这个传统 那么我们最后要